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今日的亮光 并且浇灌滋润你我的心 今天的经文来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 第二节提到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饭 尽止己守而不作恶 如此行 如此持守的人 便为有福 谨守安息日就现今的我们来说 就是持守主日 是神所喜悦分别为圣的日子 分别时间 分别行程 分别心情 分别思绪 谨慎脚步来到神的面前 或许这样的分别 需要跟魏信主的家人 和朋友之间有很多的拉扯 但这样的分别 不但是让他们看见 你对信仰的看重 更是上帝清楚的命令 我们都知道顺服就是蒙福 听命胜于献祭 上帝不需要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和恩赐 多为他做些什么 但他期盼我们分别为圣 期盼我们听从命令 为的是要使我们得着祝福 主日是七日的头一日 在一周开始的第一天 就在神的话语和祝福中度过 是何等美好的事 让我们缩小范围 检视自己一天的行程 我们一天的清晨开始都做些什么呢 是先看手机里面未读的讯息 或是因为睡太晚 而在一阵慌乱当中而出门呢 但愿我们都能一早醒来 先到神的面前 在生命次序中让他居首位 唯有神自己的工作 才能给人真实的安息 也必须先享受神所赐的安息 然后才有力量做工 那不单是外在行为的遵守 他的命令 更是要从内心发出降服他的大能 将今天的行程 每一个行事意念 每一次说话行事 都带到他的面前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我们的路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拣选我们 从淤泥中将我们救拔出来 这样的分别 使我们与属天的安息有份 求你帮助我们 更体贴你的心意 明白生命次序的排列 在每时每刻 能够以你的事为念 荣耀你的名 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